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我能发的最后一个视频 请大家完整地看完这个视频 谢谢 谁不知道曝光这种恐怖的黑色产业 以及背后盘根结束的势力 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呢 谁不知道这些风险如果降临在一个人身上 他会面对着什么呢 我做好了可能被威胁 被伤害 被殴打 被网爆 被以某种理由抓进监狱 甚至可能被杀死的准备 哈喽你好啊 我是温柔 在四年前我做过一期播放量高达一千万的视频 来曝光这些救援学校 持续了十年以上冒充警察的犯罪行为 四年后 他们依然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我就想问一下 冒充警察是不犯罪吗 当年我做玉璋书院的时候 很多网上不明真相的朋友们 说一张书院那群人判得清 是因为证据不足 我作为发起整个一张书院事件的志愿者 对此非常疑惑 是哪里证据不足了呢 他们冒充警察的警察证 我们拿到了 大部分受害者的亲身讲述 也在口供里了 连里面有良知的教官 也站出来讲述了一张书院那些人冒充警察的事情 最后他们却只提交了一个不痛不痒的三年封顶的非法拘禁罪 像是他们冒充警察 冒充国家公职员招摇撞骗罪 虐待被看护人罪 故意伤害罪等等 提也没提 而非法拘禁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bug 你非法拘禁一个人是三年封顶 你非法拘禁一百个人也是三年封顶 你非法拘禁一千个人也还是三年封顶 所以最终的结果是 在他们犯下如此临发指的罪行后 作为主犯的吴军豹 只是被判了两年十个月 禁止从事教育相关工作十年 而今年在张恩旭被抓进盛博的同时期 一个十八岁的男孩 我们叫六加一 也被抓进了一所名为新巴蜀的建文学校 他在里面只待在了一两天 就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殴打 而最重要的是 他被抓的时候 走廊里的监控拍下了他们冒充警察的全过程 拍出所 拍出所 对 你们这拍出所了吗 我看一下 这个视频的拍摄时间 是2014年8月13日 里面新巴蜀的教官们 清晰地自称了自己是派出所的 然后把人给抓走了 在进去没多久 就挨了一顿毒打 后来他逃出来之后 拍了自己受伤的照片和视频 在他发到网上以及媒体的报道后 警方找他做了笔录 但直到现在 他依然没有收到警方的刑事立案通知书 甚至一个新巴蜀的受害学生 在前天去看的时候 发现新巴蜀居然还在观着学生 他说 他走的时候 里面还有170多名学生 我感到非常的疑惑和不解 在如此的铁证面前 为什么他们还能继续地做这些可怕的事情呢 他们冒充警察的视频已经如此的清晰 为什么还是没有办法让他们付出代价吗 冒充警察是不犯罪吗 之前网上有人说 他们冒充警察不是出于利益的目的 所以不算犯罪 他们受着每个学期几万块 甚至每个月几万块的钱 去绑架学生 他们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 都是出于利益的目的 这些冒充的学校自己也是疯狂否认自己冒充警察 说明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也是犯罪 那不为了这来自于家长的恐怖利益 他们为什么要做冒充警察这种事情呢 在多家媒体报道后 新巴蜀为什么还能继续开业 我们没有收到任何刑事立案的通知书 冒充警察真的不是违法犯罪吗 这种建议学校通过欺骗家长 通过暴力虐待的手段 让大部分被关进去的人 受到巨大的心理创伤 或者生理上的残疾 甚至死亡的案例也数不胜数 这种不叫非法利益吗 还有很多是直接跨省 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都有可能突然在某一天 被自称派出所 或者其他官方人员的人敲开门 一群大汉把你抓到车上 驱车几千公里 把你关到一个 你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在哪里的地方 你无法和外界取得联系 也逃不出去 只能任他们殴打折磨 甚至根本不知道这种痛苦的经历 什么时候能停止 这种经历 并不是未成年人独属的经历 在盛伯 曾经一个有四十多岁的成年人 被关了很久 我们每个人 包括制作这个视频的我 还有看这个视频的你们 都有可能经历同样的事情 当你被这种地方抓进去的那一刻 无论你是谁 即使你是社会精英 还是像我这样的博主 都是一样的 他们会第一时间抢夺你的手机 和一切你能和外界联系的东西 一群经过专业训练的大汉 极其熟练地控制住你 甚至很多机构 会给你戴上手铐 谁能逃得掉呢 在如此多的铁证面前 这个从根子上 就建议在违法犯罪基础上的行业 蓬勃发展 在各个平台疯狂做宣传 关我们统计的就有七百多家 全国可能有几千家这样的机构 他们甚至不会验证送你进来的人 和你究竟是否有亲属关系 我一个朋友做过一个实验 加上这些学校的微信 然后交上定金 甚至根本就不需要交定金 只需要一周内把钱给上 然后把想送进去的人 地址和编号的假名给他们 然后他们就来了 冒充警察粗暴地敲开门 把里面的人抓走 进去殴打 折磨 最后他们报警 把送进去的那个人救了出来 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亲属关系 只需要自称是这个人的家长 未成年人还是成年人无所谓 成年人只不说会贵一些 就可以把一个人抓进去 让他体会自己一生难忘的心理创伤 和很有可能造成的永久性的生理损伤 朋友们 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个黑色产业啊 你说我没有网瘾 我没有叛逆 我是一个有自己独立意志的成年人 这些跟我没关系 你有没有网瘾 有没有叛逆 这些重要吗 他们根本就不会做任何验证 只要自称家长的人给钱 他们就会上门来抓人 突然冲进你在的地方 立刻收走你所有的通讯设备 然后将你抓走 抓到一个 你根本就不知道在哪里的省份和地方 这就是现在真实发生 并且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一直对抗的从来都不是 一家所谓的豫章书院 或者是一家圣伯英高特 或者是新巴蜀 一直都是 质疑整个黑色产业 有人问 你做这些有什么目的 我擅长的事情很多 写作摄影等等 基本上都是专业水平 我能赚钱的方式 也有很多种 根本就不需要通过这种 冒着巨大风险的方式 谁不知道 曝光这种恐怖的黑色产业 以及背后盘根结束的势力 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呢 谁不知道这些风险 如果降临在一个人身上 他会面对着什么梦 我做好了 可能被伤害 被威胁 被殴打 被网爆 被抓进监狱 甚至可能被杀死的准备 我做这些事情的原因和动机 尤其只有一个 因为我热爱这片土地 我热爱这片土地上 每个具体的人 我想要让这个 残害无数未成年人 以及威胁我们每个人的黑色产业 从这片土地上消失 不要再伤害更多的人 我微博上的多条微博 现在已经被隐藏 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了 我不知道会不会被放出来 这些视频和这些话 你们可能也未必能看到 但没关系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当你选择曝光一个 充满着污秽的行业 往往就代表着你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 这是七年前我选择站出来曝光一张书院前就明白的道理 当时我在考虑了一个星期后 最后选择抱着身负重伤的决心去战斗 那时候我十九岁 有些人长大后会发生变化 会从朝夕蓬勃变得目击沉沉 现在我二十六岁了 我和七年前最大的区别在于 我更加清晰地知道 自己将会面对什么 以及直面这个旁然大物 所需要承担怎样的风险 而我最终的选择 和七年前一样 感谢观看